不可否认,人人都会遇到烦心事,每个人也都会有心情特别糟的时候,有时,我们会因为生活中的压力,而变得负能量满满,情绪糟糕,会因为自己的不满而突然变得烦躁。 这时,有人能通过自己的方式,释放出压力和不满的情绪,不会影响到别人,而有的人,就不是这样了,他们会通过发脾气,甚至大吼,大骂了甚至让自己的心情更舒畅,而他们的这种行为会影响到别人。 人总是由环境决定的,没有天生的坏脾气,所谓的坏脾气大多数,都是后天养成的臭毛病,而那些总爱发脾气的人,其实是从来不考虑别人感受的,说到底就是自私。 生活中,我们往往会对自己最亲爱的人发脾气,对待他们的态度,还不如对待陌生人好。 很多情况下,我们这样的家人朋友会一直爱我们,于是就惯着自己,慢慢变成了一个脾气差的人,动不动就发火,从来不考虑发火,会给他们带来多大伤害,一边享受着家人带给自己的爱,一边无休止的发脾气,这不是自私是什么呢? 关于这一点,我们每个人都该去反思,不要再对着家人乱发脾气了,不能再这样自私下去了。 事实上,越是能力强的人,越是好脾气,他们明白发脾气,是无法解决任何问题的,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去面对它,然后冷静的解决掉。 事实上,生活中我们因为发脾气失去了多少来,伤了多少人,耽误了多少事,一旦发脾气,肯定在短时间内,无法以一种正常的状态去和别人相处,也不可能正常的工作,真的是毫无理处。 所以,不要再觉得脾气差,不是什么问题了,一个人的脾气,真的能反映出这个人到底怎么样? 所谓的脾气差,就是自私和无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